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北加州人就很谦卑 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好像说你们男家很强 但其实没有 我觉得北加人真的非常强 那这次呢要跟大家推荐 就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两位好朋友 这两个人真的超级厉害无敌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到底花了多少的精力去研究 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了 然后作为一个美国选民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如何承担起你当美国国民这样一个责任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 就请到了Alice还有Cindy 让他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Hello Alice Hello Cindy 嗨你好 很高兴啊 在zoom meeting上面看到你们 很可惜上次在北加 我们没有办法现场的录影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一定要 请你们上我们的节目 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就是说非常多的朋友 眼睛都定睛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大选上面 就是因为职位比较大 然后关注的人就特别多 你像美国总统的选举啊什么 你不光美国人关注 其实全球都在关注 那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大的新闻 所以大家就说啊 我们这个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个怎么样 但其实你真的在生活中 你会发现你身边的 就是你这些地方的选举 谁在掌权 它真的是完完全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真正能改变你身边的 真正你浪费你的纳税钱的 真正在滥用你的这个每一年缴 这些房屋地产税这些东西 其实是你身边的政府 其实就离你的 就是你市区 在你市区里面工作的那些人而已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才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 我们只有在我们的地区开始做事 中央才会改变 这是毛泽东的这个什么 农村包围城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 我们才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 我相信你们两位 一开始就是谁也 我觉得谁也不是说刚来到美国 就啊我要政治 然后我要怎么怎么要自己去做义工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每个人大概都有一个经历 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变成现在的你们 两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你们什么时候会想到说 哦对地方选举很重要 然后我真的要自己作为一个草根 我自己要去承担起这一部分责任 你们是怎么意识到的 那我先讲 我是其实我是很小就来了 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很在乎这边的政治 可是我没有 连我的先生是个白人 他也没有 所以我们呢就是专心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一直到2021年之前 我连这个border supervisor 是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本来是在高科技做事退休以后 我自己开了一个店 开了一个barbecue的店 可是呢到最后因为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到最后我们终于决定把它关了 我们后来才注意思考说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而且我们也一直经历到很多 我们就说在开店的时候 有很多是政府给我们的压力 这是很多人我自己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从这样我才自己开始说 我还是要需要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2021年我去 我终于参加了去监票 Gavin Newsom Recall的时候 后来才发觉说 哇完全不是我想象的 你知道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才一直继续开始 去做我自己的研究 那那个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Alice跟Cindy 你们是怎么认识 是都是因为那一次 Recall Gavin Newsom 然后你们去做监票认识的吗 对 是我们是在那里认识 那其实Cindy是老前辈 她2020年就开始 那我是2021年才开始 好那Cindy你可以讲一下 就是你怎么会想要去做监票 因为做监票 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会看到 就是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呼召就说 投完票大家一定要去监票 可是呼吁半仙 好像没有几个人去 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怎么会想到说 要去做这个监票的 对因为我也是 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离开家了 空巢了 然后呢正好有朋友来邀我 说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就在想 哇这个完全都不是 我以前是家庭属夫 然后在家里教孩子 所以完全就没什么 对外面的事情 特别是所谓的政治 所以就没有什么关系 那后来我就想 好我也没什么事情 那我就去Valenteer一下 那结果去了之后 我看了是大开眼界 那其实很 这个Felicia 你刚刚讲的是非常的到位 真的是2020年的时候 我去我Sign Up 一直想跟别人有的 有经验的人去 结果发觉真的去到那边 去监票的很少 所以我就不管怎么样就去学 然后我本来想说去一两天就好了 后来我就发觉 哇太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 也没见过 他们用了好多机器 用了很多的人工 每一张 每一个那个Mobile Mail 就是邮寄选票 一个一个要开信封 然后把那个选票拿来 这边看看 翻过来看一看 看有没有破损 然后还要把它弄平 反正这个整个过程 Shocking 我就真的是发觉太多东西 然后可以学习 然后也可以明白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后来就接下去 2020 2021年 Recall 一直到2022年 2023年 我就几乎都 每一次都参加 所以我就越来越了解 也发觉问题越来越大 好 那Alice 从你的方面来讲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 对你来讲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说 地方选举是如此的重要 我想 我发觉地方选举的重要 是选票 看到他们的混乱的状况 我才发觉说 哦 原来最 就说 Board of Supervisor 是掌管他们的 Right 就是原来 原来那个 Board of Supervisor 是他们的老板 Board of Supervisor 决定他们是怎么选举的 而不是说 US President 也不是你的Congressman Right 也不是你的 就所以才发觉说 这个地方政府真的是蛮重要 后来让我发觉 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我想大家都有听到很多 尤其是2022年的时候 很多条例 就是加州有出了很多 很莫名其妙的Bill Right 那他们讲的Tenba Bill Right 那我很多朋友都叫我说 你赶快打电话 打电话 叫他们说 叫他们不能签这个条例什么的 我也拼命打 打了半天 后来发觉说 上签的人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都不听 他们上了上去以后 早就已经决定了 Right 所以那这些 这些条例跟我们的深深相关 像你说 Sandy提到的 说小孩子 变成说 变成说小孩子 12岁他就有主权权 那些莫名其妙的条例 Right 所以后来我就发觉说 哦 原来我们荒废了这个地方政府 造成我们现在的结果 加州为什么现在这么困难 像上次你们有提到那个CA19 Right 就是一大堆的不同的条例 因为我们大家没注意 所以都让他过了 Right 所以所以现在我就知道说 哦 要救要救加州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需要把把我们的注意力 拉回来了解说 到底到底这些地方政府官员 到底干什么 那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开始 那你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 你有发现我们地方的官员 有什么问题吗 哦 问题很多 不然你也不会来上节目啊 不看不知道 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说 就是我们就是恍然 让我觉得恍然大悟的 Right 而且我要跟你讲 就是说再插一个嘴 就是说 就是说讲的这个笑话 我不知道你们洛杉矶 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呢 有一天我出门 突然发觉 我们外面两条 一条 我们本来一个很大的马路 有两条线 各两条线 在转眼之间变成 换成一条线 其他一条线变成是 是给 给脚踏车的 那因为我们 我们家一边两边 就是有高速公路 还有这个 这个Expressway 就是哈 所以呢 中间还有很多学校 所以在一夜之间 就造成了 堵塞 OK 本来是一个非常平静的 一个社区 变成突然堵塞到 所有的那个 那个车都跑到 这个小巷里 想要找别的道路 转回去 因为大家要上班 大家要上学 Right 那我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后来才发觉说 哦 原来是 原来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呃市议员 他们决定 说 这个 就是现在就说 要环保什么的 而且要保护 这个脚踏车的安全 所以呢 他们决定 把两条线 划成一条线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Right 那这是会关机到 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因为我们不注意 对 他要是有公厅会 我们也没去听 所以到最后 就造成这个结果 我们也没有办法改正 你住哪一个城市啊 你是哪一个城市 Fremont吗 我是 No 不是 我是在 Sain Jose Sain Jose 哇 就突然你长起来 然后变成单行道 然后另外一边 只能骑着 不是 Sain Jose的市议员 到底是哪些人 谁提出这个东西啊 就你一听 好像这不是什么 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 好像很合理啊 对不对 我们推那个 绿色能源 绿色新政嘛 让大家锻炼身体 骑脚踏车嘛 结果你就 靠早上 一下塞了那么多的车 在那里 这太好笑了 是啊 所以就是这一类的是 因为我们不注意 因为我们不注意 我们没有去 去努力去接触 所以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也 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是 这只是一个例子 有太多了 Right 所以呢 就为什么 我现在都还鼓励 假如有退休的人 Right 就是说 他有空 没事可以去 听听他们的听证会 他每个月都有 Right 就光听听 你就突然就会 听到很多 你不敢相信的事情 所以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去 阻止他们 等到他们已经 已经决定了 就来不及了 还没决定之前 可能还有希望 Right 我讲一个例子 也是最近 我们去 Board Supervisor的 Meeting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 上一次 就是11月7号的 那个Meeting里面 我们就 坐在那边 就翻他们 他们所有的 整个Meeting 的Minutes 有大概有一千多页 然后我们当场 翻的时候 有翻的比较短的 Version里面 就发觉了 有一个 有一个Contract 就是我们的County 跟一个文具公司 叫做Stable 我不知道你们在南加州 有没有这个 然后这个Contract 从500万 改成800万美金 然后这个是一年的Contract 我可以Show 那个Contract 给你们看 然后就是这个就在 他的Board of 我们这边County Santa Cala County Board Supervisor的 Minute Agenda里面 我看了都傻眼了 我说你跟这个文具公司 然后你们签约 他就从500万 一跳就到800万 而且这个是一年的一个Contract 就是我就真的是不知道 这些人花钱 像开支票 开我们的空投支票 这样随便花钱 所以我真的很Agree Alice讲的 我们真的是要动员一些 一些真的是关心 关心我们地方 这真的是地方 就在我们自己的GIN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大家就是要去 你不去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来发生 来真的是来反对 他们这些人 他们一旦知道有人关心 然后有这些都是他的选民 他们才会警觉 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集 都在跟我们的观众讲的 就是你要在乎 你自己身边的事情 你要在乎 你要在乎你自己的人生 我们为什么要在乎 就是当地的这些选举 还有当地的这些政策 很多的人觉得这些东西 没关系跟我无关 我干嘛在乎这些小事 我这个大人物 对不对 我平常退休了没事做 但是我是个大人物 我只在乎谁当总统 谁怎样怎样怎样 但其实浪费钱的 在地方官员就已经浪费光了 对 你在上面的 人家总统 还有什么乌克兰那些什么东西 他们是收大钱的 他们是透过哲联司机洗钱的 我们这边可以掌控的是 透过我们的学区洗钱的这些人 而且说实话 他如果从联邦层面 去做那些坏事的话 你作为老百姓来讲 你作为这样一个个体 你很难阻止 拜登要签什么 你讲话他会听吗 说实话 国会要投票 干你什么事啊 你一层跑到国会前面说 我不准你们投票 谁管你啊 国会投了就是国会投了 然后投完了之后 总统要签就总统要签 但是我们在local 我们是可以有影响力 就是这些事情要发生 我们是可以阻止的 就像艾勒斯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对不对 你家门口的大马路 这个例子听起来真太好笑了 我觉得我大概可以笑到明天 就是你一个大马路 两条线路 变成一条线路 这个事情如果你知道 你是可以去阻止的 你是可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就说知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干什么 如果你们再继续下去 我要看看你们谁支持这些东西 下一次选举 我一定要把你们给拿掉了 你们不要再想要当选了 或者是我们看到南加州 Chino Hills 我们那个之前有 其诺校总会的这个学区的投票 那投票结果出来就是三比二 居然在学区里面有两个变态 就是这么多教会去抗议 然后这么多家长去抗议 结果还是有两个变态 就一直说 我们要坚持这些LGBTU的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跟他讲 你如果这样投票 我们都这么反对 你还这么投票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下一次选举 你不会再在这里了 我们一定要告诉所有的人 你们做的事情 你们不会再在这里了 这是我们可以有的权利 这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做的事情 而且是绝对行之有效的 最主要就是公民 要公民的责任 跟公民的职责 还有公民的意识 说这个是我的社区 Not in my backyard OK Nimba 我们不能允许这个样子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小孩里面 在我们的在上掌权的 这些人真的是掌控 你的生活的一个人 刚刚这个 早上起来变单行道的这个东西 这太 这太神经病了 哪有人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他们就是可以 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你们都不在乎 他们都知道 你只在乎大的 他们都知道 你只在乎 川普会来拯救美国 或是什么之类的 他们知道 你完全不管你的生活 还有你的neighborhood 你的学校 你的学区 连你家大马路是什么样子 你都不在乎 当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人民 最危险 最危险的时候 好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 还是要鼓励大家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两位勇士 他们是在北加州 对不对 北加州其实说实话 有他们两个 可以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 因为他们真的是 花时间去研究 所以两位可不可以给我们 传递一些经验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 要在local的层面 大家真的要站起来的话 我们一个是要关注市政府 对不对 我们要关注市政府 所有做这些事情 比如像这种停证会 大家要去等等 还有一个是学区 除了这两个机构 还有没有什么 别的地方是需要 或者是值得 我们去关注的 然后我们要去看的 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们需要注重 是市议院 市议院 来 June的 就是我讲 border supervisor 那在下一个程度 很重要的 现在大家也是在疏忽的 就是州的竞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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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会变这个样子 是就是因为 我们荒废了 这个州的竞选 造成说 他们那个 就是超左派的人 OK 他们是 是大多数 而不是只是多数 而已是大多数 所以大多数呢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就是说 就我这边有写了一下 大部分所有的条例 他只要是多数 他们就赢了 假如是要紧急的 那个投票 跟跟钱有关系的 他们需要三分之二 才可以过 来 那假如要换一个 加州的那个 加州的宪法 需要三分之二的 州议员的 的同意 在还要在家竞选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当我们让他们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 都是超左派的时候 我们是一点发生的 余地都没有 他们要干嘛 就干嘛 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干嘛 就干嘛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一直鼓励大家的 就是说 你 就是说 当然我们要 我们要支持 川普啊 这样子的 可是真正要注意的是 你的州的竞选 OK 我们不能再盲目的去投 就是说 我自己承认 我以前是盲目的投 我以前因为不在乎 我也没有去 做任何功课 到了要投票的时候 觉得说 应该 就是说 我们是公民 总要投一下嘛 可是也不认识 任何一个 的候选人 所以呢 通常你们都会收到一些 那个有没有 这个广告啊 然后就看看说 这个人 讲得很好听 这个很顺眼 哎呀就投他了吧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自己最惭愧的 就是 就是说 我还投给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的 一个叫做 Evan Lowe 那我也不认识 那中国人 这是我们的习性 这是我们的习性 看到中国人就说 哎呀 你的背景跟我很像 应该不会错到哪 所以当然就投给他了 对不对 可是甚至都不知道说 就是说 当然他们也掩盖的很好 他们对中国人 在那个时候 他刚起步的时候 他也不会 他从来没有告诉 大家说 他是同性恋 OK 所以呢 就是说 对他完全不知道 我们看到就说 哎 看肤色就说 你的背景 还是父母是台湾来的 应该不会跟我差多少 就这样就选了他 就后来现在呢 是我自己研究了以后 才发觉 说 是多么的惭愧 来 因为 因为 就是说 他就是里面的一个 一个大坏蛋 讲难听一点 OK 你要是仔细去 去研究 就是说 这一两年 终于我跟森林 我们的 我们终于就是说 把所有的条例 因为打电话 打得太累了 OK 我说到底是谁去 谁去 发表 OK 建议要这些条例的 后来我做了一个 我自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research 后来才发觉 哇 Evan Lowe 几乎 一半以上的 坏 都是他 OK 那更惨的就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 我们华人 真的要很注意的 这个是我们 很大的缺点 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州里面的 那些州议员 什么的 OK 不要讲到 国会议员 讲州议员就好了 OK 几乎所有 所有的中国人 以前还有一个 叫做Richard Payne 也是很糟糕 然后你 仔细去看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左派的 所以那就发觉说 你不能只靠这个 就相信他 你需要 更深度的了解 说到底他的背景 是什么 尤其因为经过 因为我这种人 就是喜欢钻 钻进去 再去了解一下 就发觉说 哦 原来我们已经被陷害了 十几年了 因为 左派的看清了我们的 我们投票的方式 OK 所以在十几年以内 他们专门去 去收集鼓励 左派的华人 去出来竞选 然后培训他们 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在州里面 他们已经 光今年我六月看 我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看 六月看 所以我们自己 想了一下 自己反省一下 就发觉 假如他们有十七八个 二十个 都是同性恋的人 他们的条例 是会像我们吗 对不对 不管他是哪一个种族的人 他们的结论 那就为什么 他们这一招实在太厉害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也要学习 就是说 他们知道说 他们用这个肤色 来欺骗我们 然后到最后 就说 可是他们确定说 这些人 绝对是像他们的 那这就是最危险的 这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新居民 假如我们真的在乎 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注意这点 在投票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而且 还是要花点精神 多做一点功课 了解 就说你是选给谁 当我们在投票给 华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到他的 last name 看到他们长相 看到他们 眼睛跟我们一样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跟我阿嬷长得很像 之类的东西 你就投给他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我们每一个人 要投票的方向 是价值观 而不是肤色 这是民主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决策点 因为如果你是以 肤色来去投票 如果你是以种族 来去投票的话 你其实是在投给一个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对你的人生影响 一点都没有影响 这个东西 而价值观是可以影响到 你的人生 你的家园 然后你的整个 未来的孩子的教育 你的前面那条路 是不是单行道的一个 对 Cindy 那你当时有投给 那个Avan Lowe吗 不是在我选区 所以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学聪明了 我们都学习 我就发觉说 我们一定要在选 这些候选人的时候 如果是他已经在 在职了 就说他已经在 那个位置上 做一阵子 我们一定要去看 他的所谓的成绩单 Score Card 你看他是怎么Vote 他对于一些议题 他是赞成还是反对 然后你看到这些 很糟糕的 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除了我们打电话去 或是去表达我们意思之外 一定要去看 到底这个法案 是谁提出来的 那你会看到非常的 我看到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叫做AB230 他大概有20个人 不是Co-author 就是Principal-author 或是Principal-co-author 就是说他们都参与了 写这个法案 提出这个法案 主要的提出人 负的提出人 或什么 他们完全都参与 所以像这个 你一看出来就知道 这些人你就可以打勾了 这些都是应该要把它剃掉的 所以就说除了我们关心说 这些不好的法案之外 你一定要看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变聪明了 不要被他们唬了 还有就是像那个Proposition 就是我们每一次在选票后面都会有Proposition 或是Major让你选 对不对 那那些我们就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是都是非常的 他们很会给你写 写的让你好像 哎呀你一定得投yes 你不能投no 但是你仔细的看 就像这个你一锅粥 如果里面有一个老鼠死的话 你那锅粥就不能吃了 对不对 那其实它里面就暗藏了很多东西 所以导致你好像通过了 通过才发觉 里面东西一大堆 都是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 以前很多人就会说 像那些Proposition Major 如果你不很清楚的话 你Better say no 要不然的话 他里面很多听起来很好 但是里面都暗藏很多玄机 他们都那个Hire 就是特别雇用律师 在里面写文章 在里面Cover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学聪明 不能只是看表面 或是看一些广告词 他们都太会讲了 那其实里面都是 真的是里面的东西不知道包了什么 都要非常小心 对我加一句 就是在那上面就说 而且现在更要小心的 就是在Cindy讲的Proposition 他们现在更糟糕 就是欺骗你 他的在大题字上 写的非常好听 那其实里面是反过来的 像Proposition 47 就是这样去成功的 有70%的人投Yes 就Proposition 47 是什么 就是950块以内 都不算是大罪 这个造成了我们的社区 对 就是说造成 你看现在为什么到处都不安全 像我家 我住在还不错的区 可是我的车子 在不同的地方 已经被打破了 玻璃三次 Right 就是说 这种情况 是不是有关系到我们自己呢 是有啊 可是是谁造成的呢 不是 不是 不是美国 不是 不是联邦政府 在管的事情 Right 是因为我们自己 70%的人 通过了Proposition 47 Right 那因为 为什么我们会 我们呢 不是 就是说 是因为我们被欺骗 大家太忙了 没空看小字 所以呢 先看他的大字 大字写的太好了 是safer safe environment Right 所以就 对不对 是啊 所以这个 我们就想说 我们这次就像sandy讲 我们要学聪明一点 Right 不要再欺骗 尤其现在呢 应该 我相信就说 就是这些条例 都有中文版 Right 就算没有中文版呢 其实现在我觉得 我们 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可能大家没利用 Right 就算是英文 你把它 你把它抠起来 放在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它跟你翻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 看得非常清楚 说到底这个 条例到底是在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这也是我们的建议 对 对 是啦 因为我觉得 每一次proposition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同时又是 大家很懒得 自己去研究的 一个东西 但是说实话 这个研究起来啊 真的是有一点难度了 因为你一看 它每一次 就像你刚才讲的 47 它根本就是 让人随便砸玻璃 然后随便打砸抢 一个东西 结果它的title 居然叫safe environment 你说这是多么讽刺的 一件事情 对不对 让哪个environment 更safe了 没有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proposition的时候 说实话 我真的非常难以相信 从加州出来的 每一个proposition 就是到了每一次 选举的时候 我真的不得不用 非常负面的眼光 就是带着高度的怀疑性 去看每一个提案 因为你 你很难说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 人变得太单纯了 你知道吗 就说哎呀 你看这个title 起得多好啊 为人民法案 它为了人民 那我得投yes 不是 其实我 我真的就是 我去看这些法案的时候 我去看这些 proposition的时候 我都是带着 否定的眼光去看的 我觉得这样的时候 你到最后得出的结论 才比较安全一些了 就是你要考虑到 各种可能性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律师 但是他们却是用 律师去 专门去写出来 就是那些一堆 学法律的人 哗哗哗哗 写出来的这些东西 你让老百姓去看 而且我觉得 他们故意 用一些很难的词 就是让老百姓 不太明白说 这个到底讲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比较controversial的东西 在里面 像什么 prop 8 那个时候也是 你到底要投yes 还要投no 到底 我投yes是反对 还是投no是反对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在写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 我会建议 如果说投票的话 只要是政府告诉你说 你会得到什么的 你就投no 你千万不能 你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或者是觉得说 哦 我好像可以贪到什么便宜 没有人会给你任何的便宜 羊毛是出在羊身上 没有任何人会给你任何的利益 你说什么 帮助homeless之类的 然后这样东西 你也投no 因为帮助homeless 是你去帮助homeless 不是 因为他不会帮助homeless 他就问你要钱而已 也就这样了 对 所以说 就是有任何的东西说 你政府可以提供一个 新的服务的时候 你都一定要投no 然后或者是 政府有一个什么新的 什么政策的时候 你都投no 像说 School Choice这个东西 我们很多的人很支持 但是 很多真正在home school的人 他是很害怕的 因为他们怕 当这些钱可以到 这些home school的家庭的时候 政府的魔掌就可以 深入到home school里面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现在home school里面 没有任何什么其他的 这个法律 还有私立学校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们随时都要害怕 我们的政府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以福利的方式来夺取我们的权利 用我们的贪小便宜的方式 来换取我们的自由 像最近有一个ACA5 ACA5 这是Abin Law 提出来的 他叫做 名字呢 叫做Marriage Equity 然后呢 他主要是要remove Proposition A one man one woman的marriage 把它remove 然后这个东西要放在 California的Constitution 你看这个 一旦进了California Constitution 就是非常严重 以后要拿掉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的目标 你看他的名字多好听 他是说Marriage Equity 然后其实呢 他们主要是他们的Equal Right 然后而且他们要放在Constitution 那这个现在他们 很多事情他们都要放在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要去改 加州的宪法 因为 因为有Super Majority 刚才Alice讲的 就是绝对的大多数 所以他们一旦趁这个机会 把很多恶法 非常恶的恶法 摆在加州的宪法里面 以后我们要再去更动宪法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我们就是说 现在先把这个加州的 这个议会里面的 绝对多数的这个情况 一定要先扭转 扭转之后呢 我们接下去才有办法 扭转整个加州的局势 对 讲得很好 那就是为什么 对 又绕回来 所以现在我们要注重的是 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地方 Right 我们需要 就像刚刚Sindy讲的 他已经三分之二 很简单就过了 他现在只要 假如说我们人民不注意 傻傻的再去选这个ACA5的话 假如我们有人傻傻的去投yes 这个就变成宪法 所以我们要是再不注意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等于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走上一个绝入 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Ethan 跟Felicia都讲得很好 就是说要注意说这个Proposition 你要就是说他们有很多轨迹 不清楚最好Say No 还有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很清楚是了解 就是说现在我们自己也是学习在看的 就是说你去看到是谁 谁支持 就是谁用金钱支持这个Proposition OK那其实这个在网上上都很好找 OK你去看一下 他讲得很好听 就你一看下面是 就是你去看说 Oh Planned Parenthood 花了200万 去支持他 你就清楚了 对不对 你看看是谁花钱 去做这个Proposition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他真的是真的是为人民吗 还是不是 Right 所以我当然还是就是鼓励说 因为现在我们的科技非常发达 不是说叫大家要去花很多时间 常常五分钟网上查一下 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存在在我们社区里面 或者是在加州的种种问题 那我相信其实这些 如果你真的住在加州的话 或者你住在外州 其实存在这些问题 大家多多少少也都有耳闻 或者是你自己有亲身体会到 但是讲这些呢 是让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警觉性吧 而且让我们知道说 2024的大选马上就来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一起来努力 不管是说到时候要投票的时候 或者是要去监票的时候 或者是要帮助候选人 或者要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手中 因为权力在你自己的手里面 你看你要如何使用这个权力 你要不要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手中拥有的这样一个权力 因为只要你放弃 加州就会变成一个super majority 为什么在加州所有这些特别奇怪的法案 真的就像两位讲的 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东西就可以随便通过 你现在在抱怨没有用了 对吧 有一些很奇怪 法案他也就这样通过 被写在加州宪法里等等 你现在抱怨没有用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真的一起毛起劲来 这一次我们就是要给他做一个巨大的推进往前面 然后让人明白说 这样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安静的 或者是一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吗 你想不想要你的小孩真正成长为 你想要他成长那个样子吗 如果你这些都想要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这种事情 我相信就是在这里建议大家 就是不光是我们看到说 你现在不上班了 你退休了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上班的人 你也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只要住在加州的人 你都要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的州才可以有一个翻转 不要总是非常少数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做起来 就人多做起来会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省力一些 而且大家可以互相的支持 还有鼓励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 你可以当那个勇敢的人 你可以站出来 你可能会被攻击 你可能会被打击 你可能会被 你公司开除 你可能你的生意会受影响 但是你要站出来 因为你不站出来的话 没有人会站出来 当我们一群人 全部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力量 我们最常听到的人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最常讲的东西就是 加州完蛋啦 加州没救啦 投票也没有用啊 Super majority 你知道吗 Super majority 他们会有这样的Super majority 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想法造成的 就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的力量没有任何的用处 把选举都这个样子 他们怎么样算票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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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有力量 你有能力 你可以带着你身边的朋友 一起变刚强 这个是我们 做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更何况是做一个选民 好那非常感谢 今天Alice还有Cindy 给我们大家 普及这么多的知识 然后也真的是 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 惊醒我们自己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赶快起来 去做所有的这些事情 而且如果你在你的城市 你要去看呢 你城市的示意会在做什么 你的这个county 这个郡 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你们这个学区的校董会 他们到底要在做什么 这些事情都是 你要用眼睛去看的 而且你自己要去付上代价 花上时间 一起去监督的 好那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再次谢谢Cindy 还有Alic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